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次在台湾公开亮相 Lady Gaga可是相当慎重 一身打扮又是瞩目焦点 直到晚间7点28分 女生卡卡今天抵达台湾 现在她人就在台北的金华酒店 虽然她没有直接和小怪兽们面对面 但是据说卡卡超贴心 怎么会贴心法呢 我们要请现场记者华曼星来告诉大家 曼星 好的那么现在在金华酒店的广场 这边呢还是可以看到有许多的歌迷朋友 不愿意离开 她们始终还是在等待着女神卡卡的出现 希望可以看到心目中的偶像 一读偶像风采 不过呢女神卡卡呢 在刚刚呢是送来了100个麦当劳的汉堡 慰绕歌迷 希望歌迷朋友呢 不要再继续等下去了 可以吃完汉堡 填饱肚子之后呢 就可以赶快回家 不要再等她了 因为她今天确定是不会出现了 不过呢有些歌迷朋友呢 她们是说她们会坚持守候在这里 我们就来听一段稍早访问 我们不会回去 将近五分钟窗帘又拉上 不过卡卡一定会不按牌里出牌 果然将近九点十六分 卡卡房间窗帘再度拉开 卡卡甚至举起左手向外对歌迷挥手 接着又换手还拿着包包 整个人几乎贴近玻璃 甚至还在窗户留下一吻 献给饭店楼下九等的歌迷 那我歌迷等了一下午 卡卡没有从饭店大门进入 害得她们只能隔空望卡卡 激动到差点哭了 我们花那么多时间 这边大概是下个大街上面 可是如果唱片公司这样搞的话 那我们请卡卡来有什么意义 看不到 因为她在上面了 势力不好 那我这次是模仿卡卡的Poker Face 去做联想 所以我用了很多不可派的东西 我在暴露装 其实今天我打扮还蛮简单的 比较像她刚刚 Lady Gaga一出来的时候 她就是基本的高差泳装 真的是非常的轰动 今天Lady Gaga抵达台湾的时候 虽然没有直接和歌迷面对面 不过很多歌迷从今天下午开始 就以最像卡卡的装扮要来迎接 心目中的偶像 而接下来我们要看到这个卡卡迷 她可是不只长得像卡卡 等她化了妆之后 更是和卡卡有张明星脸 接下来就带你们一起来看 她到底有多像 夸张眼妆 五颜六色的假发 当然还少不了恨天高的超高跟鞋 粉丝们想成为Lady Gaga 当然还要有一手厉害的化妆功夫 就拿她的照片了嘛 想要和女神卡卡近距离接触 恐怕得再等等了 因为近年两天她都没有公开行程 她花这两天的时间 好好的冥想 三号的歌友会 要用什么样的造型和粉丝见面 不过想要参加这场歌友会 不但要买专辑 还得参加抽奖兑换票 因此在网路上 黄牛票价一度飙到了上万元 只不过这个新歌发表会快到了 门票不升返降 现在只要一千多块钱 就能买到 充充充充 为了兑换女神卡卡 新歌发表会门票 歌迷是拼了命 票是被换 聪明了 完全是被换 看制作用 魔感 听视频 comunica 运ry 看掌 台 。